繼續來關心我們吃的安全 這出名的大通沙拉油 風險說這本來說是百分之百的粗橄欖油 不過裡面的粗橄欖油的性分不夠一半 也還有違法提高不夠用的 內飾 人的這個集中無疾 如果這樣這個現在了解 葡萄雞油順道也出問題 就連這個土豆油也用香草做的 對處衛生保護保障表示說 現在已經要求要全面回收 也要等一禮拜一來 請問市民上買所有的食用油 它突然之間去攝取大量的銅化 當然會有一些後遺症 甚至有肝硬化 甚至會溶血性貧血 除了粗橄欖油以外 檢調又發現連葡萄雞油順道有問題 土豆油甚至還用香草調製 裡面根本就沒有土豆 就像香草人換半 所以衛科部除了經要求大通 生產一百多種油品回收 現在第一禮拜來 前面請查所有市民上買是用油 餐尾就是好幾種油混在一起 但是他說他是百分之百的純橄欖油 非常嚴重的違反一些使館法 真的說的什麼主要是因為 這個胖大人胖大人的後續事件 那我們已經9月要針對所有 標示天然的這些 請各位請去做一個前面的清查 為何沒有標示國內衛生郊的清查 市民上上有的標示 關掉到最頂端 是不是有創造印度社會者的欠儀 保證的一塊塊三萬到三百萬 建設中大甚至沒有拜託 非至公司的這時間到定期接觸 去吃中海報道